本台快讯,云世千金一家四口于临江高速遭遇车祸 好啊 云英是我的亲生女儿天明 是未来云家的继承人 他们母子自然要救 至于这个赔钱货死了就死了 哈哈我求你了爸 要我给他治也可以 把离婚协议日签了 后不允许再联系云英和天明 我 爸 这是云英 开微微的小提醒 求你教育 冯夕 保证以后不会再去打扰你了 天明 你姐姐有一块儿和你一样的玉佩 还有这小提琴 你爸一定忍得 你这次回国都带上 等我处理完你外公的后事 就立刻回国 妈等你的好消息 我回国之后第一时间赵姐姐和爸爸 你到底在哪儿 你到底在哪儿 少爷 董事长今日回国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将酒店更名为云氏酒店 您的助理也已经 让你查的事情 有线索了 还没有 光是一门玉佩 线索实在是太少了 来 听听 天明 葳葳 这是我和妈妈为你们求的玉佩 希望你们呢 能够平安幸福 紫月 你到底在哪里 喂 明天就是你生日了 想要什么礼物 爸 你怎么了 爸没事啊 爸 我不要生日礼物 我只想有你身体健康 哎呀 爸身体很健康啊 爸 我想 放弃学小提琴 去打工 不行啊 你和你妈一样有天赋 爸还指望你问天 你能够住人头地 到时候就是死了 我也能瞑目 爸你别乱说 我听你的就是了 嗯 爸你开慢点啊 我也安全啊 徐二威 你的课时费是不是要交了 老师 我决定 放弃学校提琴 这丫头 丢上来死的 我 我 我 徐小姐 这里就是总裁办公室 天明少爷 让你在这里等他 跟我抢助理的位置 我看这四床名校房间的碎链 你怎么办 这小提琴 感觉好熟悉 妈只说姐姐有一枚和我一样的预配 爸爸可以认出妈妈的小提琴 到底该怎么找到解决好爸爸呢 是谁在拉起陪器 我请告过你 附者随意进入我的办公室 为什么还有人在里面 我看你 既然云诗酒店不欢迎我 我愿意离职 你让开 我要回家 回家 那我发出东西 就想一走了之 这种下等人 向来就没有规矩 说不定 小的时候就是个有妈生 没妈叫的东西 云绍 我突然想起来 最新的财务报表刚送过来 该不会 他是个商业间谍吧 我不是 你凭什么污蔑我是商业间谍 他是不是商业间谍 这一生 比较轻松 来他 你痛我 你准备 你准备 从来 你准备大吹火 以前确定就先 更加把消息人住着 太好了 立刻被撤 许渊 薇薇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这二十年 你们过得还好吗 你是谁 为什么出现在我的办公室 云绍你好 我叫 这是我姐姐的小弟姐 谁让你帮他进来的 对不起云绍 等公司上才都知道 没有您的允许 不得进入总裁办公室 你胡说 分明是你让我在办公室等着云绍的 立仔 这里没有你送话 所以就是你亲家信息的处理 他不懂规矩就能送上枪吧 为了引起云绍的注意 私自进入总裁办公室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 我没有 做错事还敢推卸责任是吧 跪下来给云绍道歉 不然就滚 跪下 住手 你们想干什么我滚 会会啊 不怕会会有八三啊 是你 你怎么看上去有些眼神 这什么人 这什么欺负我女儿 什么时候云天您在办公室 变成菜市场了 你这个老男孩都拦着我 干什么事 还愣着干什么 把他赶出去 就是你 老人欺负我女儿的 我给你骗了 爸 爸 你没事吧 没事 老婆 拜托你找心 是你女儿 擅自闯进我的办公室 还弄坏了我妈的小提琴 不是我们欺负她 你 我让我在办公室 把你当好 以前也没有人弄坏 先尝试可以安回去的 这傻子 用你的脏手触碰 我妈的小提琴 就已经是破坏了品了 我学校 保养的向我出 请你放我女儿号码 我们云董事长的小提琴 可是17世纪顶级大师制造 我保养一次至少20 就凭你 你能拿得出来吗 20我 终于要找到了 董事长 出租车公司传来消息 许先生的车就在云市几个 不想给钱 又不想坐牢 老婆 那你告诉我凭什么放过你 这样 你从这跳下去 我给放过你 你这是谋杀 我要告你叫做杀人 老婆 你可千万别信她的呀 爸 既然你不想跳 我送你女儿去坐牢 绝修 我跳 我叫修修 不要 爸 放下 你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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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爸没本事 也没让你过了好日子 他对不起你 爸 爸你病了 董事长 要不要打电话通知天明少爷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天明 这孩子 一直说要孝顺他爸 弥补葳葳 总算能如他所愿了 喂妈 什么 你找到我爸了 太好了 你还磨蹭什么呢 许愿 快备车 立刻去酒店 是 老天保佑 终于要让我们一家四口团聚 二十计划 穷鬼就是穷鬼 就算你们不吃不喝 想攒够二十万 那也得三年多 不用 要是爸没飞行 爸 我们不出这个钱 因为是他们故意把我带到办公室的 凭什么把所有的过程都算到我们头上 那这送你去坐牢 杨天理 二十万 坐牢要最多 二十万 大概就是三年了 不过这案底嘛 这交给一辈子喽 去吧 你干什么 放下葳葳 爸 死我了 帮我 许愿小 葳葳要是坐牢牢这辈子就毁了 我求求你爸莫大老婆 我求你了 求我 你这是求人的财子吗 爸 爸你别贵他 爸 别让我 别让我说点 别让我 听说只有富贵子 八字才会有这种旋律 为什么这个老头贵我 我会遇 爸 啊 妈 董事长 爸 董事长 妈 少爷 妈你学着你别吓我呀 还愣着你干什么 快去叫叫武畅 快 来扶起来 爸 爸 你爸 我不去 医生 我怕他这么严了 医生是你从来老人一样不良 这次也遭了这种具体的舞狀体 十分危险 不过我心中的万年是 他是要腿直至鼓舌 那场轻微受伤 手术皮后讯时钥医 大概需要十五万 15万 护士 我来缴费 这张有三千 这张有五千 这张有一万 你这还差得很远啊 护士 我只有这些了 我现在就去办贷款 我求求你 你先帮我 帮他安排手术好不好 我求求你 你先别着急 这个是云士集团的 医疗自然基金申请表 我立刻帮你爸爸 安排手术 你尽快筹钱补上就可以 好 我一定会把钱补上的 谢谢 云上 总是找你 想到时间不让我期待 找路不张眼啊你 是你啊 要还要到医院来了 干什么 还给我 我记得你们医院的慈善资金 一直都是我们赢家给钱的 对吧 是的没错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取消对病人的医疗慈善呢 一切进度于少学历 不要 我爸他需要这笔钱做手术 他现在就躺到手术室里 再不进行治疗的话 他会没命的 这么严重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你逼我爸跳楼的 你为什么总是要针对我们 难道我们穷人就活该被你们这些有钱人欺负吗 不然呢 像你这种吓人 弄坏了我姐的小提琴还吓晕我妈 想救你爸的命 下辈子吧 不要 没用的 就算你拼好这个货表 没有我开口 谁敢跟你爸斗手术啊 对吧 对 云少说的对 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救我爸爸 想让我救你爸 求我 我求求你 救救我爸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了 你忘了之前你爸怎么求你了吗 啊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啊 爸你别跪了 爸 怎么 不想跪啊 那你爸的命也不要了 我跪 我不想念你 你刚才也支持你 這是在醫院 外面這是怎麼了 雲少 山東小貼青是我的不對 我向你道歉 求你大發慈悲救救我爸 原你會求人啊 雲少 只要你願意救我爸 讓我做什麼都可以 這可是你說呀 看到那個收費處沒有 只要你一路學狗叫爬過去 我就派人救你爸 還愣著幹什麼呀 想不想救你爸 我就數三個數 天明 你在幹什麼 媽 我保證明天會給他們道歉的 我們先回去休息 身體要緊啊 我好像忘了很重要的事 媽 醫生都說了這是後遇症 休息夠了 什麼都會想起來的 走吧 許願 你和女兒到底在哪兒 媽 我遇到了好心 這下爸爸又交了 會兒 不 你 想要 我 怎麼還沒 那我還沒 我還沒 你 我還沒 我還沒 你還沒 我還沒 医生 我爸他怎么样了 手术很成功 这段时间注意休息 也补充营养 谢谢你医生 对了医生 我的手术费 不用担心 所有费用运动市场 已经支付过了 医生 我和运动市长素不相识 他为什么帮我付手术费 这你就要亲自去问他了 对了 运动市长特别派人叮嘱我 邀请你们妇女 参加明天他的孩子生日宴 什么 运绍也是明天生日 妈 你醒了 天明 你又在捉弄人 他是谁 妈 我没有 他就是一个小助理 他弄坏了我姐的小提琴 我就给了他一点小小的教训 你来说 刚才到底在吵什么 董事长 云绍 不允许我们给他孩子的父亲动手术 还让他 学狗叫 天明 我平时就是这么教导你的妈 妈 你没事吧 医生 我妈怎么了 董事长这是后遗症可能导致的 暂时间的头晕头痛 需要回家进行休息 妈 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我没事 你立刻去安排手术 费用由云市承担 好多董事长 走 姑娘 你没事吧 天明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更不该去侮辱他们 明天请他们来酒店参加宴会 你亲自给他们赔礼道歉 什么 我给他们道歉 好 我先扶您进去休息吧 走 运导市长 谢谢您 祝您早日康复 云家少爷 静男和薇薇是同一天生生 爸 你就别想了 云董事长人特别好 不仅给咱付了手术费 还让云天明 给我们赔礼道歉呢 这么说 云董事长是真应实义 邀请咱们的 这么同情道理的妈 怎么会养出云天明这样的孩子 爸 买这些礼品和鱼干什么 我们不是来接受云天明的赔礼道歉吗 怎么反倒送起礼来了 礼多人不怪 人家云氏集团 位高权重的 你还真指望着天明少爷 给咱们赔礼道歉啊 我只求他以后不找咱们麻烦就好 可是这些礼物这么贵 我们自己平时都舍不得买 现在还要送给云天明 我心疼 好了 这些礼物啊 都不够在云氏酒店吃堆饭了 说起来啊 还是咱们赚了 你走快进去吧 都怪我 明明找到了你爸和薇薇 却什么都想不起来 妈 既然找到他们的住处 在晚一开始之前 肯定可以把他们接来送和听的 董事长 天明少爷 许先生和大小姐 今天早上回家了 什么 怎么又是你们俩呀 昨天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仅值你们在踏足云氏酒店 滚出去 我妈邀请他们现在宴会 让他们道歉 没想到他真敢在这 骑个臭开出租车的 云总市长竟然 哎呀哎呀 少爷 我多嘴 我多嘴 前面少爷 我们哪敢让您 给我们赔礼道歉 这不是云总市长的邀请我们 过来参加宴会 我们也不敢不来呀 哎对了哎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还望 前面少爷笑纳 哎 瞎呀 这里可是贵宾的座位 弄得满是鱼形味怎么办 一点规矩都没有 真是吓得闻 到底是谁没规矩 我们是云总市长邀请的客人 我妈就随口客套一句 你们还真当真了 这可没有你们的位子 你们的席位 在那 哈哈哈哈两位贵宾 选吧 狗一桌 云天明 你根本就没想道歉 你就是想羞辱我和我爸 放肆 竟敢直呼少爷的文会 真是好大的胆子 告诉你 即便是云市酒店的看门狗 他们的身份 也比你们尊贵百倍千倍 让你们喝狗一桌 那都是你们的人性了 别不识好歹 还急眼了 行吧 就一个玩笑而已 既然你们来得这么早 就去后处打打下手呗 别愣在这 你 应该的 应该的 我们这就去 趁我妈没回来之前 赶紧想个办法收拾他们 我可不想亲自给他们道歉 进去吧 干净的衣服都在里面呢 老东西 慢慢享受吧 对了 这车排放不是太好 尾气容易倒灌 不用太紧张 来 云云就是云董事长 云天明就是我的儿子 太好了 天明 终于找到你爸和姐姐了 妈 那我们赶紧把他们接过来啊 等等 你留在松河厅准备晚宴 还有 等那对妇女过来 给他们赔礼道歉 妈 我可是容氏集团的大少爷 你不会真让我给那两个 下等着道歉吧 天明 人不分高低贵贱 我不希望再从你嘴里听到这样的话 你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已经能撑起一个家了 再看看你 还整天像个孩子一样 恶作剧欺负人 你爸也一定希望你做个正直善良的人 别让他失望 妈 我会给他们道歉 你一定要接会爸爸跟姐姐 老公 女儿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那立牌是怎么回事 哦 少爷觉得这批做的不够清晰 需要反护 便宜 把过来走去了 你能见这边云董事长 也不仨泡尿照照兴 就凭你 也配见我们云董事长 呃 呃 你 我给你 是把我们女儿 和宝贝贝IV 那大约 行 你從這跳下去我就放過你 像我重啟咖哩的媽 怎麼會養出冰心我這兒的孩子 我都死在這兒 我家要斷居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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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啊 一天啊 啊 天明一定是让人把我治开 然后他欺负无畏 我不能让他牵地打 再监约 我赶紧回去 你不是说许元和薇薇回家了吗 人呢 董事长 可能许先生和大小姐得知了消息 已经前往云士酒店了 还愣着干嘛 有几个人守在这先回酒店 是 我怎么觉得胸口有些疼 难道许元和薇薇 发生什么意外了吗 我主打扫完了 我爸呢 想知道啊 跪下求我 天明 你爸爸在地下停车场关着 那氧气可不多 你可不希望你爸爸死在那吧 放心吧少爷 那老头肯定晕倒了 一会儿 这个女人就会乖乖的回来跪着求你 爸 爸你在哪儿 他下层又不乖 你看他 我爸呢 你是 我不会 乖人和老子 想到什么 这实验 可能不然不容易 天明 喂喂 天明 喂喂 天明 喂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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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的小吃今天是比我還要高 未來成就一定更高 你要答應我讓微微堅持練習 我答應你下個月的全國小提琴大賽 我一定讓微微去參加 不過這學習嘛也勞以結合 下午咱們帶他倆去逛逛街 然後再拍個全家福 嗯 爸爸 這20年來 我一直支持微微練習小提琴 答應你的事 我做到 董事長 出租車公司那邊也沒有許先生的消息 許元和微微到底會去哪兒啊 給我繼續查 把車停在酒店門口 一旦得到我老公和女兒的消息 立刻趕過去 是 哈哈哈 來往左一點靠近靠近哎對龍對龍 來消一下消一下 希望我們的天明和微微平平安安 希望我們一家人一輩子不分開 好 來肯定走啊來三二一 不 是我對不起 你兒子 他 誰讓你闖進來了 看什麼看趕緊滾 再讓我看到你們出身在於是酒店 我讓人打到你來的 哈哈 爸我們走 以後再也不來這個破地方了 喂媽 找到爸爸和姐姐了嗎 你爸和你姐姐沒在家 天明 他們 是不是在躲著我 整整二十年 我都沒有聯繫過他們一次 我不是個好妻子 好媽媽 媽媽 你不要胡思亂想了 也許 是爸爸和姐姐知道消息 已經來雲石酒店了 媽我先掛了 我爸送給我媽的手鐲呢 你們是偷了東西 怪不得這麼著急走 找死 不 天明 你還想幹什麼 媽媽給我抓起來 爸 放開我 爸 天明 你到底要幹什麼 叔 老媽的手鐲長哪了 天明 我的名字也是你這種嚇得能隨便喊的 你爸 再問你一遍 手鐲被你藏哪了 你知不知道那是我爸送我媽的定情信物 兒子我 你說什麼 我 我是你爸爸 你爸 你怎麼讓你闖進來的 天明 爸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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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你媽的 你這樣還敢動我爸媽的合照 林天明 你為什麼要打我爸 我爸他昨天才做了手術 你的機器天色的嗎 我為什麼打他 他闖進我媽的休息室 他弄壞我爸媽的合照 哈哈 這是我最珍貴的照片 也是我20多年來唯一見到我爸的方式 就這樣被他給玷污了 我看著他 爸 是爸沒有腍子 二十年前 沒能留下你媽和你 爸 你沒事吧 雲天明 你照照片而已 我爸他又不是故意的 你非要比死我和我爸媽 你 说什么 运天明 我爸没有拿什么手镯 一定是你弄错了 闭嘴 爸刚才偷溜进了董事长的办公室 然后董事长的手镯就不见了 你说不是他偷的 那就是你偷的吗 少爷 像这种下道人 揍他们一顿 不会说实话 不要 我爸昨天才做了手术 不要打他 那就让他老实交代 老东西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偷东西不就是为了钱吗 我拿钱给你换 你把手术给我 我没有 你用他 你以为我妈的名字就能吓死我吗 在我妈回来之前 我有万请帮忙让你老实交代 把他给我扒干净 是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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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去看看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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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雨 你去看看天明怎么还没上来 万一生病了怎么办 等等 要是那对妇女没走的话 也一并请上来 毕竟是天明有错在先 我这个当妈的得好好弥补她们 是 是 这就是暴力 爸 我们回家 天明 爸不怪你 爸真希望能看到你们姐弟和好啊 老公 你和女儿到底在哪啊 今天是孩子们的生日 我和天明一直在等你们吃团圆饭 老天爷 求求你把老公和女儿还给我 老公 董事长 好像是天明少爷在救星什么人 天明 你又在干什么 我我抓到两个小偷 他们偷走了爸爸送给你的定型手镯 今天要接你爸 我特意把手镯带出来了 现在就在我手办上 赶紧把人家放了 我赔给他借 好 我知道了 手镯 找到了 给他们点钱让他们滚 站住 云天明 既然手镯不是我爸拿的 那你是不是应该跟我们道歉 什么 你们两个吓的人还配让我道歉啊 啊懂了 嫌钱不够是吧 这张卡里有五十万 够不够 遗憾你的臭钱 明天明 你会做报应的 喂喂 别这样说 他别说 你还不明白吗 就是我们再次比赛下次的人气吞声 还是一样会变着发来羞辱我们 没错 我就是要羞辱你 至于你们说的报应 只有你们这种下得的人才会相信 才不会相信什么报应 妈 你怎么了 这么着急 天明快快去大门口 你爸和姐姐就在门口 什么 快去啊 好 喂 你们两个 刚才有没有看到我爸和我姐 我问你们话呢 我问你们话呢 哑巴了吗 明天明 你能不能有点心意 刚才找说 现在又找爸爸和姐姐 我们是穷 但我们也是人 你凭什么一而再再再的欺负我们 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爸 姐 你们在哪儿啊 你们在哪儿啊 那时候看到你们了 你们快出来啊 爸 爹 你们到底在哪儿啊 天 我的儿子 爸 你刚刚说什么 我 回回我 原始 他的同事 要说你 就是你的亲身 狂话 天明 就你的亲 他们回我 他们在找我 爸 爹 你们到底在哪儿啊 我和妈妈好想你们 这些天 这些天 妈妈装得很坚强 但我知道妈妈半夜 总是应赖洗面 爸 爹 你们快回来吧 我求求你们回来吧 是我对妈妈的 是我对妹妹 这都是老天 凭我的报应 爸 你别这么说 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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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妹妹 我的女儿 妈终于找到你了 放开我妈 有什么事冲我来 儿子 我是你爸爸 说什么 海明 他愣着干嘛 你爸和姐姐就在这儿 快救人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是你费啊 你从这跳下去 我就放过去 看到那个收费处没 只要你一路学狗就要爬过去 我就陪着救你吧 儿子 他 谁让你闯进来的 妈 你是不是弄错了 他们怎么可能是我爸和我姐呢 我怎么可能认错自己的老公和女儿 你的玉佩呢 你 儿子 儿子 姐 你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怎么会在这 姐 你昨天淋了一夜的雨 又没有吃东西 一激动就晕了过去 姐你肚子饿不饿 想吃什么我给你买 你别叫我姐 我爸呢 爸 姐 别碰我 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不是人 我不该欺负你和爸爸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以后听胆爸的话 再也不这样是欺人了 放开我 薇薇 你醒了 妈 我爸呢 你爸 他还没醒 他身体本来就没有完全康复 昨天淋了雨 更严重了 医生说 医生说什么 你快说呀 我爸 医生说可能会昏迷一段时间 什么 薇薇 别太担心 你爸一定会好起来的 姐 我不是人 都是我害的惨怕 你打我 姐你打我 打我 打我 我打你就会让爸醒过来吗 我爸一天不醒过来 就一天都不可能原谅你 听说董事长的丈夫和女儿找到了 是真的吗 董事长的家事 你以后最好还是少打脸 经理 你就告诉人家嘛 到时候他们两个来视察 我也能留个好印象啊 两个妖精 真是扭不过你 告诉你是告诉你啊 不准出去乱说 董事长 昨天确实找到了她的丈夫和女儿 不过是因为淋雨 已经被送进医院了 说中的大小姐竟然是真的 有董事长和云上那样的妈妈和弟弟 以后可就有数不完的钱花了 不过我听说 董事长要把酒店交给大小姐管理 真不知道这位大小姐是个什么脾气啊 云市酒店可是江城最大最豪华的酒店 她一回来就能掌管云市酒店 真让人羡慕 行了 别乱想了 还是想想以后怎么好好巴结这大小姐吧 来客人了 先去忙吧 去 欢迎光临 许葳葳 你还敢来云市酒店 怎么 你爸跳一次楼不够 你还想跳一下 一大早没刷牙吗 嘴这么丑 你敢打我 当初如果不是你故意把我带到总裁办公室 我爸怎么可能被逼的跳楼 我打你一巴掌 这是利息 别胡说八道了 当初明明是你 想勾引云少 故意闯进总裁办公室 还在那拉小提琴 现在还敢在云市酒店动手打人是吧 把 把他给我赶出去 吵什么吵 这里是云市酒店 不是你们家的菜摊子 经理 这个下等人竟然敢动手打我 快帮我收拾他 放心吧 少爷和大小姐不在 云市酒店 我说了算 我一定会为你出气的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啊 昨天跟你那个废物老爹被教训的还不够是吗 你再敢骂我爸一句 我让你滚出云市酒店 哎呦 我好怕怕哟 还让我滚出云市酒店 就凭你呀 徐薇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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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 你们滚出云氏酒店 哎呀 妈 我要开除云氏酒店的经理和明星 哈哈哈哈 马上你们就会接到被开除的通知 哈哈 老子今天倒要看看 我们是如何被开除的 哈哈哈哈 喂 怎么样 现在相信你们被开除了吗 经理啊 我好像真的被开除了怎么办啊 不可能 我对少爷中心耿耿 是绝对不会被开除的 对是你 一定是你在怒怒学虚 对一定是你在捣乱 你就不怕云少回来了收拾你吗 我猜云天明知道了不仅不会收拾 还会赞同我的动作 放肆 小小的助理 直呼云少的名字 助理忘了告诉你 就在刚才 我已经成了云氏酒店的总裁 什么 不可能 这是云氏七番的总裁 不对 就是个出租车自己的女儿 没错 你连助理都当不明白 还奢望当总裁 这份文件肯定是假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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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死别带上我吗 赶紧从云少的位置上鬼来 这里是总裁办公室 你堂而皇之的闯进来 有云少的允许吗 谁说他没有 谁说他没有 云少你来的正好 那你的他又来一道事了 他占了你的位置 我现在就让人把他拔光 哎呀 云少你打错人了吧 你应该打他呀 闭嘴 肯直呼我姐的名位 你们两个被开除了 姐 你这样处理一下 还满意吗 姐 你这两个瞎了眼的东西 这可是我一母同胞的亲戚 民事集团的千金大小姐 竟敢推她不进 大小姐 你饶了我们吗 是我们永远不是大山 我们去错了 我当初你陷害你 不宜让我进入财团公室 害得我和我爸被欺负 而你更是助纣为虐 一而再再而三的起步 今天这一切 都是你们最有应等的 大小姐 当初你也没说你是大小姐呀 我们也不知道啊 少爷 少爷你可得管我们呢 我们当时是负你的命行似的呀 你闭嘴吧你 你再想胡说八道 马上叫我废了你我 来人 带走 都带走 少爷少爷哎 少爷 少爷要扰了我们吧少爷 姐 你就原谅我吧 只要你肯原谅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嗯 做什么都可以 嗯 那你就从这儿跳下去吧 姐 你跟我开玩笑吧 开玩笑 当时你逼着爸爸跳下去的时候 也是在开玩笑吗 除非你跳下去 否则 我永远都不会认你这个弟子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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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是 好 我是 如果是 可 呢 你 你 爸 爸 你终于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爸没事 爸可舍不得死 咱们一家才更团聚 爸可要多活几年 爸 你站在那干嘛 还不过来跟你爸道歉 爸 对不起 我不该逼您跳楼 也不该让人把你推到水里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找你们 没想到你们出现在我眼前 我都没有认出来 害得您受伤昏迷 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二十年前可爱乖巧的弟弟 竟然会变成一个世人命为草剑 你穷苦大众的窘迫为乐趣的混蛋 葳葳 别这么说你弟弟 都是爸这个当天都没有做到 儿子 我相信你的心肠不坏 爸都能理解 爸 这些年我在国外 一直因为没有爸爸受人欺负 我不想妈妈担心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说 我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凶 更狠 才能不被欺负 我何尝不想受了委屈 来找爸爸撑药 儿子 爸爸都明白 但是爸爸 但是爸爸没能够陪在你身边 才让你变得 过早的这么坚强 爸 我向你保证 以后再也不嚣张跋扈 仗势欺人了 我保证听您跟妈妈的话 好 儿子 他相信你 伟伟 爸妈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我们一家如今团聚了 你要相信天明 他一定能够改正的 啊 你原谅他吧 啊 太好了姐 你终于可以原谅我了姐 放开眼泪弄我衣服上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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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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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